前两天是6月儿童节 作为一个好叔叔 我当时要为姿子准备一份礼物 原本我要买一顿黄钢特产 想要姿子收到礼物的样子 我不一定露出了思想的微笑 但是转天一想 我又怕姿子虚不受补 一年造势 我还阻止了我激动的右手 就在我从没不自然的时候 我的好兄弟阿喜 又给我发了信息 从他正在带了一款高端文具 人工智能钻笔刀 虽然这小子 卖我的礼物总是这么实用 害得我都送不出去 但是想到 一个钻笔刀而已 咱也杀掉 又能杀掉到哪里去呢 我又选择相信了他 过不其然 第二天 我又被提出了家族群 他纷纷称赞我为家族败类 吓得我赶紧给我的好兄弟阿喜 发信息 到了一个怎样的钻笔刀 能给一个男孩子玩崩溃 第二天 我就收到了这个文具 打开快递 直言英语言脸的是 这个类邪猛男气质的女子 好像猜错快递了 哎 刚才是骗你们的 我怎么可能买猛男兽玩具 没有猜错 我们继续看 看着旁边这 小公主萧比七几个字 我才明白 原来这个女子居然是小公主 原来这个女子居然是萧比七 尤其是看着她端端的乙态 我也实现有点拘谨 毕竟小学毕业后 我就再也没玩过这种 猛男兵兵的娃娃 但是看着她后面的把手 我感觉有点惊悚 实在想起我没想到 到底该吃什么用 观点是给我灵光一闪 难道 这一刻我觉得 我就是家族败类 想要家族类的人 一起无关我作为叔叔送了礼物 不要情有期待变成扭矩 我心如死灰 但是我又转你一想 万一不是呢 这一刻我打心里觉得 我确实家族败类没有错 谁能想到一个钻笔刀 居然是为小公主 谁又能想到 她开钻笔刀的入口 居然要脱人家的衣服 谁又能想到 小铅笔 还是脱人家的新窝子呢 但是我又转你一想 这样我已经是家族败类了 那么我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钻笔刀的灰烬 要从哪里拿出来呢 看着她全封闭的造型 我百事不得其解 但是我又灵机一动 如果按照这个设计者的变态思路 难道 好的 这期开箱的刀子累了 评论本期视频 关注粉丝中抽其人 送出一款游戏的产品 怨天下没有沙雕 而这老鞋给沙雕艺术家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